2015年是双创元年 在过去一年当中 政府先后出台了24份文件 在税收方面进行了 至少3000亿的减免来补贴双创的发展 由于李克强总理到中关村创业大街 还有深圳的火柴创作工坚进行视察 全国上下掀起了非常火热的双创运动 但是随着下半年的全球股市震荡 资本市场随之预老 那么双创也随之受到了 犹如互联网双将一般的打击 对于创业者和扶持创业的创客机构来说 他们应该如何走下去 如果政策补贴付出之前那么猛烈 他们将依赖怎样的一个生存方式 然后自己的营运模式应该如何寻找 更清晰的发展路径 应该会成为大家更加关注的一个话题 也会成为两会上各界代表们 共同讨论的一个热点一个趋势 此外我们关注到上海市政府前段时间 出台了另外一个政策 就是对风投机构进行政策补贴 这个政策一出 就迎来了市场的一片哗然 对于很多风投机构来说 风险的存在是一个必然 那么政策的补贴会不会将整个的创投市场 引领到另外一个方向 也会成为两会代表们 更加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 政策是否应该补贴资本 政府应该在政策上如何进行创业 如何进行这个双重的引导 应该会成为两会代表们 也需要去期待解决定期的讨论的一个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